Yo 各位師兄又見面 歡迎收看中老TV賽馬篇 阿肥專攻一二場又來了 講馬之前 終於中老TV破了八千大關 現在是八千零七個人訂閱了中老TV 多謝各位師兄繼續收看和支持 有些甚麼 覺得好推薦的 多推薦給身邊的朋友看中老TV 好事不宜遲 檢討一下 上一個賽日 沒有收入 全輸了 都說明了無端端六千八百萬 搞甚麼?馬會是嗎? 製造一個拋磚引玉 製造二百萬出來的話 尾場那兩場 都說馬會沒那麼好小 阿肥尾場那時是買了一個連贏的 誰知道就是一號六號 少哥兒也被阿肥貼了 但無端端 12號桃花魂 射了火搞不定 誰有可能猜到你九號仔 保羅城傳五十多倍入了第二名 劏了阿肥的Q 所以連贏都沒有份 位置Q也沒有買 五十多元就算了 吸取教訓 今次跑回一陣 今次同樣 去到六月十歲號 谷草來的 阿肥就是第一場的五班 一千六米 和第二場的千八米 阿肥同樣都是要回的 就是內南為主 亦都不搞那麼多陰謀論 最主要看近期哪隻馬 已經去到十科院後期的十場賽事 哪隻馬厲害哪隻馬不厲害 直接近期的賽事已經知道了 所以找了一隻膽 拖回一隻腳就算了 這些穩穩陣的投注策略 好了說這麼多 第一場的五萬千六米 有什麼賣提供給大家呢 阿肥就失選了 就是要了一號二號 五號和七號 怎樣找一隻膽 直接不用說了 又在其成肯定做到膽 用天鵬配梁家俊 近期發生什麼事情 這兩個配搭 他不是佩周俊落的嗎 九號仔的緣份 反而去了 鄭俊偉馬房 鄭俊偉馬房 講一講庭文話 鄭俊偉 潘頓刺激情況下 那隻愛馬善 終於在四巴情況下 終於是杯賽 贏了冠軍 恭喜恭喜恭喜 只是兩場而已 加油 鄭俊偉 但是今天阿肥 兩場都不會 一、二場都不選鄭俊偉 其實第二場 阿肥想了很久 其實真的很喜歡鄭俊偉 那隻 十一號 平衡時空 想拼多一次 但是真的選不下手 所以今天 頭兩場 鄭俊偉沒有分 不要貼他 好 事不宜遲 說回第一場 五班千六位賽事 膽說明了 就是又在其成選了 進來什麼 用天鵬的 近期用天鵬的成績 也看到了 是嗎 跑開菊草又說 菊草千六 千八 千六 千八 那是交叉 成績 都是 差過幾馬位 或者僅僅輸 四分三萬馬位 這次阿肥的跑馬方法有少少少零零四射調整了少少少的 篩選方法 就是看看預測跑法 這個堅仔賽馬APP的預測跑法 就是過往 這牌時 這些馬匹跑開路程的話 是向前放 還是向後放的 最後 那隻一號仔的右翔其成 用天鵬馬房 只有一個測奇指示 就是一來已經爆出去 所以雖然135磅 用天鵬比梁家俊 但是由於近期 都比起梁家俊七期情況下 僅輸 1600米出市 1800米 亦贏了一下 他近期三貫兩 三季情況下 沒理由 跑開1650米 那麼耍家路程情況下 不選他做膽 所以 膽找了他的 好了 穩穩陣陣 頭兩場 由於上一個賽日 阿肥輸了錢 今個賽日 穩穩陣陣 贏錢的算數 1650米出市 第二件事 由於 真的 去到五班全部都是好水皮的了 我看回那個統計資料 近期 看回阿羅網網網 就算是騎士串Q表也好 或者是 蓮馬斯串Q表也好 你看到兩個人 首先 騎士的 潘頓 何則堯 沒解 谷彩來說 這兩個最厲害 另外 蓮馬斯 風格柏 蔡約翰 馬房 又是 出現了 有些什麼是重疊了 就是 五號和七號 五號仔的九秒九 以及七號仔的 美麗新星 所以 由於所有資料數據都說明是這隻馬 另外 一號仔的又響其成 四十四倍又批 這些全部因素 導致阿肥選了的就是 五號仔 要賣了 九秒九 好 菊草來說 必須相信何則堯 無論自宜 1600米 1650米 轉來轉去 肯定何則堯 菊草之王是他的 九秒九 應該大家也要選擇他 另外 美麗新星也選擇了 最主要是提升近期 因為 翠約翰馬房 雖然是十當外當多一點 這隻馬匹 其他隻馬來講 已經是叫他重化回來 動要 提升 另外 這隻馬重化回來之後 即時給了潘頓 近期潘頓都頻繁騎一隻馬 但是你看到了 在十四檔外當 六三五 黏得的情況下 那時是十四檔外當 這樣 這麼慢速情況下 輸五的馬位 都叫跑第三 這隻馬 其實是不差的 都叫做 黏得的情況下 都可以力找狂難 拿回第三名 這隻馬其實 後面已經盡力了 另外 4月15號 變回好地 五百零填到千世 八道測的情況下 又怎樣 兩次八道測 還有五二五 填草先世的兩次 你看到了 後面那個 開頭 流後先 十名 十二名 九名 最後僅僅輸 四分三萬位 五二世那個 開頭九名 十名 最後僅僅輸 一游 四分三萬位 其實這隻馬 後面爆放在身上 是很厲害的 由於這隻馬 今個馬貴初 基本上一月份時間 都是在田草作戰 所以 贏就贏不了 經常拿到二三名 還要排入 都是八檔 十四檔 這隻馬近期 都是祭餘不一般 都在外檔為主 這次 菊草 好了 這隻馬狠 翠翰也沒有放棄過 近期看到 那個賠率 慢慢回跌的情況下 基本上這隻馬開始 戰鬥力 慢慢回升 少少狀態 所以這次 谷彩來說 落回潘頓 一二世榜 算輕榜 雖然是十檔 惡狀少少 阿菲看好了 七號仔的 美麗新星 同樣 選了潘頓 何則要 兩個串Q 沒理由 五號仔的 九秒九間 由於一個串Q表的原因 所以阿菲最後 就是二號的健康 阿菲不要 雖然過五班 135磅 跑五檔 和128磅 九秒九 何則堯 我寧願喜歡 就是九秒九 所以 不好意思 這一場的 二號仔 健康美麗 我不要 雖然有點浪寵 雖然有點浪寵 但是真的很水皮 不知如何選擇 最後 相信數據 選給大家的 就是一號 又響其成 五號九秒九 以及七號的 米麗新星 怎樣買法呢 聽到最終培率 我不知道 應該比較熱一點 如果熱的話 就買連贏 如果不熱的話 就買個位置 Q 可能有一點 肉食 丁那麼多 好 去第2場 四班千八米賽事 長途丁那麼多 同樣 選了的是 一號仔 未影聶輝 因為三貫 直接是三貫 吊打傳媒 另外 長途買必須看近期 大不大勇 這隻馬匹 一號 獵影最非 4月份 4個之前 4個之前 1分49 100 最好成績 是他 選了他之後 這隻馬匹 做標準時間 看看 近期 頻繁都是給 報民測 鐵國 韋師兄 由於報民 不少期 所以 沒有他跑 變回 是大文高 大文高近期 都是文化底 已經是十科研後期 階段 再不跑的話 就沒有機會 另外 選擇他的原因 為何我說 做膽 因為最主要是 審習成馬匯 有些事情不要不相信 看看 跑馬匯來講 直接近期 成績最英俊 第四名 已經是審習成 近期大勇情況下 千百米五次出賽 三次 冠軍 另外 降班 三班降四班 所以 一號 獵影最輝 各方面來說 重磅 但不要緊 跑千百米 一號 獵影最輝 減了情況下 第二選馬匹 搞甚麼 由於沒有報民 肯定一個人 特別是 勝券多一點 就是 騎關谷草 亦非常撒家的 內涉男 內涉王 七號仔 半自有 為甚麼說他呢 因為這隻馬匹 看回競王戰績 全部都是後上為主 遜內涉 記住 全部這隻馬匹 開頭 都是 11名 11名 最後 僅輸兩個多萬位 跑地3 見到了 八檔情況下 潘頓 拆棋情況下 都是開頭 樓後放少少 最後僅輸兩個多萬位 Lox 填草 427 也是 六檔情況下 開頭 都是跑開地8名 最後僅輸一個多萬位 所以 無論是長途也好 短途也好 去到 342和 243 谷草 2200 看到 不會輸得特別多 所以潘頓 拆幾隻馬匹 慢慢放 樓後放 另外 說明了 第一、二場 看看一個 預測跑法 預測這隻馬匹 看來是快放為主 由於他拆棋指示 都是近期全部馬匹 這隻馬匹 前放為主 1800米 潘頓如果前放這隻馬匹 現在五檔情況下 可以放得順 基本上直接 領放到結咪 因為他後面白發力 也非常之強 所以二選馬匹 選了7號 就是貫治友 三選馬匹 阿肥特 看回6號和8號 選 由於5號、12號 都是非常之老年紀 最後吉上11檔外檔 和7檔 高帕生原來跑了1800米 已經到最後第3名 所以我都不選他 加上 5號的龍戰士 亦都是非常之大年紀 所以沒有選到 最後 彈球快匯6號和8號的極速 人本貫 怎樣選擇呢 6號的彈球快匯 雖然4個之前剛剛好 就是得了成績 1分49秒39 都不差 但是 吳彭智真的升了上來 直接之前跑開的 全部都是4班 都是沒有成績情況下 上一次 快步速了 輸了3個多萬位 等於是Hayway深刷旗 這次 突然轉回 是蔡明肖 巴道和Hayway深刷旗的 班農也有刷旗的 這次 反而二檔、美檔 晴峰下 蔡明肖 反而巴道不刷旗 所以 信心我得一般 我寧願要一隻 就是跑開跑熟 近期 都是比較 有戰績 由5班升上去4班 這隻 就是梁家駿刷旗的 就是8號 極速滿貫 來超星馬房 近這兩次都是給梁家駿刷旗的情況下 8號的極速滿貫 梁家駿 來超星馬房 兩次 607和 512 梁家駿刷旗的情況下 9檔、10檔 都可以 開始慢慢是樓後放 然後最後 贏了2分1個馬位 以及你贏了短頭 你明白的 所以 才去到上一個賽 就是直接去11檔、外檔 跑開局草 16米 輸就輸了 所以我覺得 整件事是不是調整好 這次 上次 差這麼多 這次直接 給你一檔 看你自己表現 梁家駿 沒理由 上兩次 5班 都可以這麼好成績 沒理由這次 直接到後 所以上次650 我覺得有點騙人 你馬匯這些東西 你跟著去賣就死了 上次 不當的情況下 這次一檔 我覺得 沒理由 由於兩次 16米 都有成績 不差的情況下 跑開1800米 還要是120 不算重磅 加上在一檔情況下 我肯定這隻馬匹 加上另製 如出跑法 這隻極速滿貫 也是中間為置 加上內蘭 所以 也不會 掉太多 所以三選馬匹 就在8號的極速滿貫 我看過一線 6號的彈劾放活 不好意思 這次先不選擇 所以第2場提供給大家的 1號 聶影最輝 7號 貫自有 和8號的極速滿貫 是阿肥的2場的3個提示 好了 1、2場講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中六TV 賽馬篇 記得訂閱一下 阿肥講話仔 就這樣 繼續跑一跑 3T2知道什麼心水 冷馬 星期明天 再會和大家講講 就這樣 拜拜 拜拜